我们正走向主的晚餐圣周四 耶稣的受难日还有圣周六 这个也是我们一年当中离一年最高峰的时刻 这个叫做什么呢 逾越奥基 你知道吗 我就问一问题啊你知道吗 逾越三日庆是什么 我刚刚还讲不了 一夜三日庆就是这三天圣周四主的晚餐 主的受难Good Friday还有复活夜 圣周六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晚餐主的晚餐 第一个圣周四举行 然后第二个耶稣受难日 Good Friday 再来第三个出来 耶稣光荣的复活 圣周六哎哟太长了 没有结束的 神父静悄悄的走掉了 没有弥撒里程的 是吧 圣周五的时候 苦难日的时候 那一天 神父也是静悄悄进来的 一进来就躺那边了 然后那个离完的时候也是悄悄的离开的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 为什么他连接星期四的一起 圣周六的时候 圣周六的时候 复活夜的时候 神父也是静悄悄的来 就开始祝圣圣火 没有说应父及子及圣神 没有的 那个礼仪是一整个连接在一起的 一直到圣周六复活夜礼仪结束的时候 唱阿里路亚最后的时候 那才是结束 你们平安的去把宣传主的福音 才结束 才算一个礼仪 所以今年 去年你们都没有参加 对吧 你们参加线上的 对不对 可能有的人没有参加线上的 但是今年 你有机会来参加全程的礼仪 这三天一定要来报名 来现场参加 如果没有了名额 一定要参加线上的这个礼仪 复活主日算另外一个 为什么今天神父在这边说 是因为有很多人知道 他觉得这个不是 我只是选择性的来罢了 过去我年轻小的时候 也是如此的 没有参加完整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这个美好 也就是一个 一夜三日性最高峰 这个痛苦死亡复活 是耶稣基督 在世最高峰的一点 我们也得到 他满满的祝福 而他的复活 也帮助我们 有朝一日 我们这个灵魂体 也能够复活 也能够复活